好继续开会 下了一层继续进行民政不明的业务执行 现在请第一位 我们欢迎的李怡婷议员 15分钟 谢谢主席 我们师傅团队 还有我们的议会同仁媒体 小姐先生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 台湾现在我们高雄天气渐渐热了 本席还是希望呢 我们高雄市在一个登格勒的一个房子的 一个状况之下 我希望我们还是要加紧脚步 尤其呢在我们林园区呢 今年开始已经有四个案例发生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业务科的刘科长 那我们104年屋后沟的清除状况 可以跟本席解释一下吗 好 请到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那去年因为登格日高雄市下半年疫情严峻 所以我们民政局有汇整了35个区 总共877个里 那总共有6千多万 是跟中央卫福部要申请执行物后沟的经费 那最后中央核定了原高雄市11区 以及凤山林园总共13个区 2千8百多万的经费来执行物后沟 那是每一个里你们怎么分配 分配 一笔经费 那个部分 我们林园区有吗 林园区有 那那个部分是先请公所去调查所需执行的里别跟长度 那我们103年我们有1万4千多例快1万5 104年我们1万8到1万9例 那今年呢我们的一个喷药状况或是防治计划是怎么样呢 今年主要的那个防治计划是以不喷药而是以强制肢检为主 那现在目前的做法是如果有确诊个案的时候是个案的家户要压灌 24小时内要压灌 那个案家户周边50公尺户内要强制肢检 那户外的200公尺要做那个资争员清除 好请坐 本席记得在上一次的会期 本席就有提到我们登格勒的一个房子 这些工作人员都相当的辛苦 那本席也希望说我们在一个宣导的一个政策之下也要相当的落实 你像那个之前去年我们环保局人员他们就很积极的在查 但是在查的时候是以开罚单的方式 那也在地方造成了一些民怨 尤其是在台风过后呢 他们就来清除我们家里的或是周家的居家附近的一个积水的状况 那很多老一辈的一些长辈 他们不知道说决绝的一个产生是在我们积水这个容器一个礼拜以上呢 就是会有这个决绝的一个产生嘛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一个登格勒的一个宣导 房子之下我希望在一个宣导要相当一个注重 那像我们林园区呢 还有一些比如说扇尾地方呢 还有一些闲置的以及呢 弃制的一个空房屋 那在这边呢也请我们屈公所这边呢能够落实的一个查报 那希望不要是一直开发单你一直开发单 那有些民众他都觉得不知道不知道要怎么有什么 有些是隔壁的空地 他一般说这谁在政策他就随着他 他没有罚地主 他是罚旁边的住户 这个情形也发生了 本市也接到我们的服务处也接到民众来澄清 所以这些呢都希望我们相关单位呢能够互相的一个配合 那我想再请教一下我们的研考会 我们的主委 今年今年我们您在那个高雄的愿景一个规划之下 我们林园大辽区我们研考会这边有什么计划吗 好 请到 在我们今年提出的一言可能是问的是林园大辽区的发展 那这个林园区这方面其实我们是有讨论到将来这个交通如何可以改善 那虽然目前捷运还没办法拉到那里 在一个长期的捷运有这样规划但是缓不济及 但是我们希望将来也可以透过其他的交通的方式 主委我想请问一下今年有什么规划吗 今年啊 因为我看您的业务报告我没有看到说只有一个高雄的愿景 我看不到林园大辽有什么规划 那在高雄的整体的愿景来讲其实跟林园比较有关的 我想大家预言可能比较关心的是那里的石化 这个园区的污染的问题 那这一点其实市长也一再提到 就是说林园区对于高雄的这个贡献很大 但是那里的污染一直没办法解决 那我们认为啊 这个其实从治标跟治本来讲 就是治标来讲 像最近那个新三清的这个压缩机一再的发生事故 其实发生那么多事故 主委我想麻烦你 对大家都知道 甚至全国都知道林园是一个石化重镇 那本席在我上一个会期也希望说 我们研考会这边来规划 如何让石化跟光光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发展 我想要知道的是这一点 是 那个跟议员报告 其实石化要跟观光平衡发展只有一条路 就是让这个石化工厂的污染降低 我不要一直把林园跟石化扯在一起 我希望说您看不到我们林园还有什么特色吗 林园的海岸我觉得是一个 但是议员讲到要跟石化的关系 是必须要降低石化的污染 那对于林园方面 整个海岸线的规划 整个市立公园的整个营造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 其实市长有意思 那我再简短介绍一下我们林园 林园有一个300多年的一个清水盐 那上面呢也有龙帆洞 以前的防空洞什么的都很有特色 那林园还有一个8公里的一个海岸线 这个海岸线也是希望 我们一直希望在我们市府团队的努力之下 能做得比别区美 那林园还有一个渔市 那在早期呢也是一个相当发达的一个中云渔港 这边有一个渔市 那市府这边呢 我们还没有规划成一个观光的一个渔市 那林园呢 各有山无海啦 林园的小吃呢 也不输其他的老街啦 所以这些在地的一些种种的一个发展的条件 我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研考会这边能够把这个重点 把我们林园在地的一个特色 甚至我们林园的洋葱 这也是都很都很棒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希望我们研考会这边 在今年我在上一个会期我就有提到 我希望在研考会能将重心放在我们全高雄三十八区最南边的一个林园区 我希望看到的是这样 不是我们在每一个业务部门 不是我们在每一个局处 都希望说你们应该怎么做 你们应该怎么做 那这一点 我们研考会是等于相当一个市府的一个头脑 我希望我们研考会这边能够带头 希望说林园这边有什么发展 能够利用在地的一个特色来一个发展 那这个我很同意 那我想我可能找个时间来跟议员 就这个做详细的一个讨论 主委你应该很同意啊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 林园的交通你也知道 这还不知道什么多久才能落实 我们现在林园区共同人的期待 就是一个捷运一个轻轨 现在捷运到了小港 捷运到大梁 就是独漏我们林园区 所以我们在交通的条件下 就已经好像被忽视了 那如果研考会这边能够利用 我们林园的一些在地的观望条件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难题 这比我们争取捷运都还来得快 这一点我愿意来跟议员讨论 就是我们可以扮演一个协调的角色 各个局处尽量把努力做出来 对这个林园区共同人的发展 就是比较近期可以实现的 因为长期都当然是比较需要更多的努力 更多的努力 但是我们希望更快看到成果 记得主委您刚上任 我就有来本席的服务处 我们就有探讨了一些 那也知道本席的一些想法 我一直希望说在我们上任之后 我们担任的这个责任 我就希望说林园除了石化界之外 我们没有办法去赶他们走 我们只能做好监督的角色 那另一方面 我们又希望发展我们在地的特色以及文化 我这边都希望我们市府团队这边都应该要用心 去做一个规划 以一个高雄我们整体的一个发展来讲 其实林园地区它是真的是在最南边 但是也是好像被我们市府忽视了 是没有忽视 不过我们需要更努力 我会找个时间来跟议员再更具体的讨论 是 我希望在我们高雄市一个快速的发展之下 我也希望说我们大辽林园地区能够 就是就很多条件 我们可以用最快的时间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谢谢主委 那我想我们刚刚本期刚刚也提到 我们林园地区呢 我们的洋葱 还有我们大辽地区的红豆 现在红豆节呢 已经炒得 已经知名度也蛮响亮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民政局长 对于林园的洋葱 你觉得还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发展以及规划吗 目前我甚至想到说如果我们秘书处 这边呢如果来送一个伴首领呢 我们来做一个洋葱造型 瓷器也好就做一个洋葱造型的一个 上次我们接待日本稻辰社 东京稻辰社的那个市长过来 那他也带了一个他们当地是生产一个水梨 他带了一个水梨的一个公仔 非常可爱 那我希望呢 我们在推展一个林园的洋葱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种洋葱造型 来送给外宾 也推展我们高雄的一个农产品 因为说到洋葱呢 大家都好像觉得是 好像是恒春的一个农产品啦 那我觉得在这一边呢 我们民政局这边呢 请问一下局长呢 你有更好的建议或是更好的规划吗 对于我们林园的洋葱 好 局长答案 好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对于我们林园的洋葱的这个关心 实际上我们林园的洋葱 一直有在跟我们巨公所这边做配合 那巨公所我们每年也都有举办这个洋葱节 也都非常非常热闹 我也参加过非常多次 每次可以都是说万人空巷 挂得抹抹抹抹 把菜籍都挂得抹抹 我们都还有洋葱的试吃 甚至有这个拔洋葱的这些比赛 所以我们也会努力的在这方面 我们做这个宣传 当然刚才议员也有提到说 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洋葱 能够透过跟秘书处的合作 我们把它行销到国外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点子 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林园不是只有最好价 他都要这么说 还是终于讲的 还很赞而已 也让大家知道 其实林园还有另外一项特产 就是我们的洋葱 我们会努力 我也希望说 未来也有机会 可以结合我们议会这边 那我们一起来行销 我们的这个洋葱 以上 是的 洋葱在林园是相当响亮的 但是呢 近几年呢 我们在做那个洋葱节的时候 我都觉得 好像就动员我们社区的人员 来做一个推广 我希望能把洋葱更发扬光大 因为洋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食品 那甚至呢 我们研考会主委 甚至呢 在我们一进入林园区的时候呢 我们的一些街道 后车亭也好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洋葱的造型 让大家知道说 林园其实也是一个洋葱的一个故乡 所以这些点子 我都觉得都很 都是我们我们林园居民想出来的 都很有创意的 那也不会花很多的经费 我都希望说 我们研考会这边的能够好好的规划 在一个林园地区呢 能做一个洋葱也好 还有我们的观光渝室也好 不要让人家外界的人想到说 林园只是一个工业区的所在 那没有什么地方休闲 那个林一元 他呼应那个研考会主委 还有我们的民政局 跟荣业局观光局配合 他指出清水源 八公里的海岸 鱼饰有山有水有小吃 有洋葱有大辽红豆 你们就去逛一行 几行去给他行销一下 我认为林园的意思就是这样 不然他在那个 跟他守住在林园实化场 给他干干是不佳 所以影响观光 也希望说 林园有的特色 可以跟他发扬光大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陈翠兰议员 15分钟 谢谢大会主席 林议员 民政部门的局处所长 我们的议会当年 记者媒体小姐先生 关心市政所有好朋友 大家好 本期陈翠兰 是真的需要鼓励的 所以希望 我们的企务同仁 应该要不断的重拾 然后向前迈进 然后提供我们市民更多元 更高的服务品质 我相信这是我们预定的目标 所以本期在我们的人事处 我们人事处这边有一个港都医学院 港都医学院 这个网页 我想加5笔记 我仔细给他看一下 他有非常多的学习内容 他有提供一些 媒体动态的 还是影音 课程 那有很多 那最主要还有包括 我们方山的旅游 保览 还有行销 还是法律等等课程 会加战 我想我们的市府同仁 有这么好的福利 我相信 应该要很保握 应该好好珍惜才对 但是 但是 特别再看 我们阅读 哪一款行动电源 不屑是觉得非常纳闷 也人质疑 这些给市府同仁 这么多的福利 就是 数位学习平台 有这么好的课程 那应该 非常不错的福利 我们应该 我们的市府同仁 应该好好地 把握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课程 然后才被动去学习 然后才可以去推广我们的线上阅读 那除了我们学校 小学生 我们要 推广我们的学生去推广阅读 那我们就是 那我们就是 用奖品 换阅读 基点 并定 那些技能在我们的市府 那些出家 扣到我们的 那种 那个措施 觉得很职业 很纳闷 有什么 这么好的 让我们 快点 要用 抽奖 还有换 奖品 那 我们的 同仁才愿意去学习 才愿意 做这方面的线上阅读 所以 为什么 市府这边 我们同仁还愿意上这个阅读 还是学习的事情这么好的福利 还要有什么换奖啊 抽奖 才可以信我们同仁去线上阅读 这是 让他们做质疑 另外我们人事处 我本书又特别再来看 你的 呼盆 引办 读书 手奖 就是 iPad 随身 听啦 随身听 我现在转的 这种装品 这 你看 本书又特别再来看 我们港督医学院数位阅读活动 我们为了要提高我们的线上阅读 接着推广增加它的效率 那我们就 有一些活动 只要完成 一门课程 就是可以 获得一次抽奖资格 两门的课程 就可以换两次的抽奖资格 以此类的推 以此类的推 我们首奖 就是 iPad 这名额三位啊 二奖 就是我们行动店员 名额十位 那三奖又那个 滑鼠的 三十位 那奖 那奖品非常的丰富 那需要 我们市府 家人事处 需要花这么多钱 来 买这些产品 然后来抽奖 然后才鼓励我们市府 同仁 去线上阅读 增强他们的一些资讯 还是数位上面的那个能力 我再请给我们的叶处长 是不是我们的课程 要透露一下 我们的课程是出问题 还是实际上有问题 不然为什么要获奖呢 要 为什么 还有这个 鼓励他们的阅读 还要 用抽奖呢 他们才愿意去线上阅读 是不是我们的课程 没有问题 还是使用上 出状况 还是什么 我还要给他花多少钱 是我们的市府 的同仁 线上去阅读的 你感到没问题了 谢谢 谢谢陈毅仁指教 那刚刚所讲的 我们是要鼓励 所以我们同仁终身学习 赶快用数位学习 同仁终身学习 至于这个奖品 其实不是我们公家提供的 它是我一个台湾知识网 这个厂商他提供的 不是我们经过 我们预算来提供的 那这部详细的部分 我请我们公务人力发展中心的 蔡主任来跟你打呼 好 科长 科长你主任了解 你打呼 请单位 请单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那我想公务人员 终身学习 事实上是我们一直在推广的 那数位学习 其实我们每一年度也都有 固定的时程一定要达到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推广公务人员这些中生学习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在每一年度的时候 都会有一整笔就是 数位课程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厂商 来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包装 那这个都是在包装的课程里面 所以这个经费上就是在整整笔来为外 这样子 好 您请坐 本事就是说 因为我们市府的裁员结局 如果说要花了那么大 花了那么多钱 还要去 拿这些奖品去抽奖 然后才能信我们的同仁去 线上阅读去终身学习 那时候我感觉 要特别去 那个减特减特要审视一下 纵使这个厂商提供的 那也是包含在我们的 委外的经费里面 是不是 要特别去 审视减特 是不是你的课程 还是你的使用上出了状况 但为什么要用奖品去 要使才能吸引我们 使我们的同仁去 那个线上阅读 那我们是要提到我们的 我们的市民的服务品质 我想说 鼓励我们同仁 建修这是非常棒的事 这些课程我们本身也要看得很好 好多媒体动态 还是语音课程等等 都很不错 那这么好的课程 我们的同仁应该要好好去把握 然后去线上阅读 还是终身学习 来提升我们的市府团队 我们的全方位的服务品质 我们的全方位的服务品质 最好 还是要好好去检查一下 是不是看哪边出状况 还用抽奖 送奖品 才能使他们去线上阅读 来充那个线上阅读的效率 是我们特别要调查一下 好吗 好 是 另外 我在我们的民政局 我们的业务单位报告 有看到我们的民政服务 我们的民政服务 我们的民政服务 有针对我们的外配 外籍配 我们的新移民 有做 有好多的一些记忆课程 那本期 身为凤山区 选出来的民意代表 我们的外籍配 我们的新移民 我们凤山占我们高雄市的新移民 外配的人数 可以说我们凤山 可以说占最多 不然现在长期以来 也是非常琢磨新移民 这个区块 那也不定期 有跟我们一些新移民 外配 探特 我们民政局这里 也为了他们 向我们的内政部争取相关的 一些课程的补助 很棒 可是本期是说 我们 针对新移民的 记忆的一种课程 不是 刚刚看都是 手工袋 是 手作的袜子 娃娃 成功 然后再仔细看 我们全国 全国针对这个记忆学习 班 我们 努力看看 还是就是 手作的 袜子 娃娃 还是我们的 手作的 袜子 娃娃 记忆班 或者是 打包 带的 编织的 记忆班 或者是手作 手作的 手工罩 我们的课程都是有关这方面的记忆课程 那 本期再仔细看 全国 几乎都是这一个 这些的记忆课程 那 从网路上面 你如果也要搜寻 像 袜子 娃娃 它就好几万笔 资料 那 手工罩 它也有八十几万笔的资料 那 像 打包带的编织包 它也有二十几万笔的资料 所以 本期只觉得说 手作的市场 已经非常饱和 那 我们不断的 针对我们新移民 外配 都开类似像这一种的 手作的 记忆班 那 如果本期也觉得说 这些的记忆班 大部分都是体验的课程 体验课程 如果没有新移民 就是 上这些体验课程 就是 就是 欢喜一个 是 充满笑容 还是欢笑 那是没关系 如果说要加强 那么的一技之长 我想 比较难 因为这个 大部分都是半成品 半成品 本社会有特别的看 像这两张图片 就是说 它的材料 就是 每个包包里面的 部分的材料 那材料店 它们卖 每个包包 它们都有包含这些 的材料 那这边 这些都是半成品的材料 只要简单给它组合 或者封一封就好了 没有什么特别性 也没有什么差异性 也没有什么特殊 所以 你如何 可以使我们这些新移民 可以脱颖而出 可以 让他们在生活上 学得一技之长 然后为他们 生活 佳绩可以 可以 可以 转一些生技 我相信 很难 很难 所以我是 本席是希望说 针对新移民的这些课程 应该要做出有差异性 或什么 有比较可能性 特别性 这样 可以让我们 先移民 这外配 有一技之长 让他 在 学 这些后 可以有第二专长 还是 未来可以 对他们生活 佳绩有 有很多的注意 这是本社特别 希望说 你看 你看 像那袜子娃娃DIY材料包 他也是跟我们把包带 编织包一样 都是把材料包 半成品材料 就组合一下 缝一缝就好 所以没什么差点 所以 在这儿 希望我们 我们的 张局长 针对我们 女护证服务 还是向 内政部争取 相关的提出 提案的 补助 经费 我们应该要加强 我们的 一季资厂 我们的 季一般 让我们的外配 对他 未来就是在他的职场 还是说 对他的生活 生活 生技上面 都有所帮助 较不说 是一个体验而已 不是做做 这样 欢迎一下 这样而已 总是要让加强 有一季资厂 在这儿 针对本席这里 请张局长 简单回忆一下 好 吉亚导 谢谢主席 谢谢 议员 对我们 新住民姐妹的 生活照顾的关心 事实上 跟议员报告 我们不是只有开这个打包的课程 跟这些相关的课程 其实我们是开很多 而且我们相关的这些课程里面 我们都分账在各局处 各局处都有在推动 所以其实我们反而 可能是这两个手工照 跟这个打包课程 它比较 胜功已经打出知名度了 那事实上我们开这个课程还蛮多 包括我们的美容课程 还有我们的烹饪美食的课程 还有我们的生活跟生活照顾课程 甚至我们当时我们在社会局的时候 也推出很多的坐月子的新手妈妈 也都是由我们这些姐妹也来参与 那特别像我们在凤山的地方 那跟我们南洋妈妈美食厨房 这就是陪使我们很多的南洋的姐妹 她们其实可以把自己家乡的菜 故乡的菜 然后能够推广 给我们这个在凤山地区的 我们这些的市民朋友 所以我们有南洋妈妈的这个美食的厨房 所以我们其实是全方位在推动 我们所有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记忆课程 那在目前我们也在全高雄市 我们有十九个据点 跟很多的这个中心 都在培植在扶植我们的这些南洋的 我们这些外籍的新住民姐妹 也包括我们在去年 我们民政局我们也推出那个 妈妈那个美食的这个 这个记忆的这个比赛 那其实也有相当多组来参加 所以我们是全方位在推动的 那至于刚才议员所说的这些 或者这些通知课程跟手工照 这个是已经打出很好的知名度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们很多的这个姐妹 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记忆 但事实上更多的我们培植更多的姐妹 像很多姐妹她们也做这个社区照顾 或是这个居家服务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就是我们的姐妹在执行 所以可能我们未来可以把相关的 这些职讯的课程跟内容再提供给议员 以上 是 好 好 没有问题 这我们会来 这关理全方位来推动 这没有问题 好 谢谢 好 刚才陈议员说两点 第一 人事处以后办这个学习 不要以奖品为誘因 厂商提供是很好 但不要被厂商操控 以免外来误解 这个就把它拟勤也比较好一点 第二点 那个裤子挖挖手工造议 基因班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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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Mario 他就讲这两点 呃 заяв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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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呃 第一個民政局 局長 我們現在各區區公所都在辦林長的延期活動 延期活動 都會花一個公文 如果 不管在公私立 機關單位服務的是不是都可以請公將請局長 簡單答悟 好 局長答悟 謝謝主席 也謝謝 周議員對我們林長 這可以因為是我們公辦的課程 這個課程 都是可以請公將 但是我要說你們真沒危險 竟然有的單位 我就不講什麼 我想你們聯絡員知道 雖然你們事後有協助處理 有順利的 不過你們發那個文 那個林長 現在在市政府的相關單位服務 自己 服務員還拿到我服務出來 周議員 我以前都可以請公將 現在怎麼不可以 我用哪一個單位 某某醫院的 因為什麼副院長 新來了 不知道 所以他就講請你附上 你的這些活動 延期活動的內容 只有一看 他覺得內容一看好像都是全部在旅遊 那其實最少 看不出來 因為你們寫的 簡單嘛 看起來好像都是什麼參觀 什麼 好像都沒有 什麼延期活動 其實是有在 車上然後是在你們晚會的時候 都是會有一個 政令宣導 但是真沒危險 竟然你用刁然連市政府的單位也跟你說 你這不能請公告 經過協調之後才可以 局長 我在這裡拜託你們 這個我們來加強跟其他局局的說明 對啊 要這樣 要不然你真的這麼鬧氣 因為忽然間發生在你以前社會局服務的單位 因為還好不是你社會局 他就講不行 因為你那個都是在旅遊 所以你們 出選出兩個 內容規劃要稍微用一點腦筋 不要讓人家外在看起來 都是在遊玩 第二個 一定要加強宣導溝通 不要造成你政令宣導出去 好像放屁一樣 沒有人跟你採信 真的沒有一點危險 好 局長 好 我們再加強宣傳 第二個有哪里的 有關的 是 我們現在是不是禮 活動中心 中和禮活動中心很少在蓋 局長你們的政策是不是要求 跟議員做這個回覆 基本上過去比較多是禮活動中心 但是禮活動中心的規模 其實已經不符合現在 我們在社區裡面的期待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期待的是 希望 他們比較是綜合福利服務型的 多功能的 多功能的 就像你是社會級來的 而是老人福利中心 還有在其他的什麼圖書館 在偏遠的地區比較弱勢應該照顧 而且他那些都是區段徵收或是重劃區來的 我們南亞客戶三個里所在 第一個 南田里跟園中港的高雄大學區段徵收區域 你知道什麼叫區段徵收 也就是特殊的整體 開發 重劃的 那特地也是 抵惠地 很多抵惠地都是我們祖先 當地的 地主 他們堅證出來做 其他公共設施或剩下為了 這個區段徵收工程開發的費用 因為有一些補償費用 他以後要為了平衡 平均地前所留設的那些 抵費地抵價地 再可以好好用 不只是用那些機關用地 這個當然層次 不是只有到你局長可能都要市長 但是局長你可以好好的 結合社會局的結合去這個 我們派出所警察局的其他其他機構的 包括文化局什麼教育局的 可以做未來甚至你 這些什麼衛生局裡面的長照中心 都可以做多功能的 局長我拜託在園中港藍田 這些都比較偏遠的 需要加強溝通 需要加強建設的 你如果開一開之後 高雄市政府在裡面 有至少五萬坪以上的這些 六萬到八萬不止五萬 那些土地因為你的開發 因為你的地方建設 能夠使市政府的財源更增加 無形中你會很多很多 因為你生活機能增強了 有圖書分管的 有派出所的 治安更好的 有社會福利機構 老人活動中心的 有長照這個什麼什麼 不不只是日照都長照都可以 喔局長 我想你是從我們為這個這個什麼社會舉出來的 這方面應該都可以 第二個 除了園中港藍田之外 就是我們的青豐嶺 他是藍指三十三市區 也是區這個什麼重劃區 那這也是有很多的那些底價地 都可以使用 我拜託那些都是比較偏遠 需要照顧 你們去的嶺活動中心 大部分都在市區 好幾個嶺一個一個活動中心 我們那邊是一個嶺那麼面積那麼大 你知道那個藍田嶺的面積 都比你的那些園城區的還大呢 園城區區公所屬的那個面積多少 你知道嗎 沿條報多少 沿條報的 沿條報行政面積 我還可以查一下 你查一下 這樣你固定 園城區的應該是區長 可不可以答覆啊 或是那些什麼 那離業務報 離計程建設 我們這邊有資料 我看應該不到1.1平方公里 1.4161 1.4161 對 那你知道藍田嶺多少嗎 藍田嶺 也要查一下 要查一下你 有沒有提公司啊 藍田嶺我看現在 至少1.6 1.8 比整個園城區還大 不只說園城區 不要說說藍田嶺 就我們清風里都比那個大 我們主席的弟弟 主席的弟弟也曾經擔任過 在呆住 住在我們這一些土庫啊 人們可以脫口 我相信主席怎麼了解 找幾人啊 所以我想 那個區域那麼大 竟然沒有辦個禮活動中心 那有的一個區裡面 面積不大 幾個好幾個禮活動中心 這也行政都不公平 市長 我告訴你用心一下 市長建議一下 我也知道 綜合社區活動中心 多工人的綜合活動中心 不容易爭取 但是市長應該體會 應該要 能夠體諒 照顧這些偏遠的 而且是 那些很多土地 都是 當地的地主 他們提供出來作為底價地的 那個都很好處理 都有土地 只是你們沒有那個意願 沒有那種 這個愛心去照顧那些偏遠弱勢的 這些需要更照照顧的這些鄉親 跟社區啦 機長我拜託這兩大區塊 清風里 三十三四起重劃區 還有我們高雄大學的特區裡面的 南田跟園中港中心綜合里等等的這三個里 應該都是要有那些綜合都功能的社區活動中心 好不好 局長你簡單明確答我一下 好 謝謝周議員 因為坦白講 現在一個綜合福利服務中心 那個 再興建的 費用其實都相當高啦 青菜氣氣的 就是 都 真的都五六千萬 甚至全益啦 所以其實金額上可能都不是馬上 我們馬上提出 所以他在我們公共建築上的爭取 這個建物的爭取 我們有一定的程序啦 我們先期規劃啦 然後找地方啦 所以我會就 我了解 我們周議員其實在講這個 藍田跟清風 其實你已經說了幾十年了 其實我們也會努力的去爭取 然後去評估 然後做計畫 然後來爭取看能不能有機會啦 事實上真的那個金額都相當高 你講我講我不是講好幾年 我是講好幾屆 我講幾屆啦 吃老虧一二十年以上 但是我是講讓你們知道 真的那邊有一些老人活動 其他的都有 我們那些什麼 還用在那些什麼廟裡面的 真的很簡陋 這從王毅 王前市長王毅允市長時代 上次也三四十年 都民國六十年了六十幾年的 我真的那可見那些偏遠的 不是只有沿高雄縣的再可憐 連我們沿高雄市的偏遠的郊區 真的一直喊 都好像我們民意代表 都是國會火車 我希望總是有一小孩 這飛車會停來 雖然整廣播 我們來努力啦 因為這個金額真的都最多 我知道他至少都五千萬到一億以上 不過我知道 那些土地都不用什麼徵收 可以先欠著嘛 你知道嗎 是 局長可以先欠著 是 跟地震局欠著啦 不過市長不知道要不要 因為那些地都是 不是要徵收買賣的 那是要從 你們編列公務預算 跟那些地震局去規定的啦 我知道是這樣啦 你說規定沒關係 分十年慢慢的規定 你雖然說五千萬一億 一年就五百萬 十年就五千萬一億了 局長 用這個方式 拜託你 謝謝 跟市長盡量爭取 謝謝 再來講比較冷門的 這個 法制局 局長 美女局長 現在我們電視 都在罵 罵那些恐龍法官 當然判決的不好 譬如有一個 我記得 是有一個 本來是死刑犯嘛 他就一直上訴 他最近的可能一個禮拜前 剛判決出來 所以他是讀這個 什麼金氏學校 畢業前三名 有教化的可能 所以這個 免死 我個人看 我雖然不太法律了 我太高了 我高了 我高了 我覺得 我如果想這樣 我做總戰 生日不錯 我也可以免死 我知道 我想這個不是這樣 因為那個讀書好壞 畢業自己民 大部分都是學業的成績喔 都治愈方面喔 教化可能 那個是德性喔 也就是他學業的治愈 跟他的品德 德性 德字體群美嘛 那個不一樣的領域 不是說你讀書 你就行為一定好 絕對都不會做 壞事 以後都會改變好 那就不用死 我想不會說 這樣實在很扯 我覺得真的 不怪說要用眉紅 撤紅嬌 那左人去勒這樣對不對 如果女兒就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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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三字經的 那我想我暗笑不談 那恐龍法官 那是司法院的事 按議會 我們我覺得是 我們都有一些恐龍的 這一些官員 跟法事局比較有關的 第一個再開辟我們籃子 07A2 歷代的這些公園 開會 講 就今年 他 1月25號 今年的1月25號 就強制進去 因為他去年 故意就說說人家怎麼 這地震局說這個要收回來 三七五減出的 好 強制做 不補償 不補償 他說你違規使用 其實不是這樣 不完全是這樣 因為他站在一小部分 他六十一年編定為都市計畫的住宅區 八十六年變成第四種住宅區 九十一年劃定為都市計畫改為公園立地 因為那是公家的土地 結果九十四五年要開闢 九十四年開闢 開闢的協議 因為養公署召集的會員 地震局沒有提供住宅 那個是三七五 需要編列 徵收的 那些三七五的租金 解約的那些費用差了兩三千萬 所以說是不是同意他開闢 然後九十五年再 徵收他沒有 他不同意地主不同意就這樣就沒有 清澈都在列好了 兩三千萬的 那是一該徵收補償的給那些三七五 出約的解約之前的費用 結果今年去年就是否定掉說沒有三七五 在賴皮說上面有什麼違約其實不是那樣 當然告到法院去 告到法院 那在今年一月二十五要強行徵收施工 二月二號協調會地主出來抗議 結果你們開協調會二月二號的時候 你們代表說 你們是真的有關於 這個三七五租約不會影響到施工的問題 市政府還可以施工 你們幫槍 那個主席給我兩三分鐘 兩分鐘 你們竟然幫槍 說這些不能隨便阻擾 不然有妨礙公務的嫌疑 除非說你提出假扣押 我感覺都是不太對 你們都沒有站在百姓體諒弱勢的一方 局長 真的很遺憾 所以他們就告關了 然後二月二號開協調會 養公處的講 經過所有的地主同意 都繼續可以動工 人家出來抗議給我什麼全部地主都同意 什麼施工呢 那就是圍造文書呢 你們這議會的都沒有 真的沒有 為了開闢就是都是講一些好聽的話 甚至恐嚇地主 恐嚇那些 徵收補償的要被徵收補償的那些電容 局長這個不可及 你們這些真的可惡的官員 再來第二個 自來水現在 局長我們水利局 有這個污水處理會 除污水處理使用會 顧名思義應該是要有水 那些水進去 污水幹管接受我們水利局的污水處理場的 處理財申收使用會對不對 請局長答 污水處理會 水水徵收 污水處理會 是這樣嗎 是不是 應該有有水進去污水 這是我譬如畫問詞等等的 有經過 排進污水幹管 才會有申收使用會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是 依照水利局 應該如果法理是這樣嗎 我有一個學校 不小心 請請那些 檢查那些水電 沒什麼 好 再一五分鐘 謝謝 給自那個水 落水了 本來兩個月是一千兩百度 忽然間因為落水 那個水是到地下水槽 有細水池要抽上去水塔用的細水池 落水 暴增到五千六百度 也就增加了差不多四千五百度 將近五千度 欸局長 照講水水徵收 我沒有流到你的污水下水道的幹管進去 我只是落在我們一般的這個水管而已 沒有道理去徵收 使用那些水 這個污水處理會 使用會 結果你們天龍的也是社工教學 都有開會協調 所以我在這裡具體要求 法制集應該出來 主持公道 一來請他送 這些什麼申收使用 不只要用申收辦法 自治條例趕快改 進自來水公司查證主持 所以免生 這個應該包括華世紀都出來 帶有出來的水時公道 請學校 水利局 讓我們自來水公司出來 包括華世紀的代表 法制集長 這樣你們主持公道 不是只有在這邊律華 在什麼應該主持公道 跟是不是應該特徵 這些動員可不可以 不然是不是修 這要修 你簡單明明可以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簡單答覆一下 我先就後面這個部分 跟議員說明一下 基本上是接通以後才會收費 但是如果是有物爭的情況 現在目前水利局 就我們所了解 水利局他其實有就物爭 怎麼樣退費 已經有一個機制 但是法制局 基本上是必須由機關 通知我們與會 我們才有辦法提供相關的法律意見 基本上不宜自動 就是介入各局處的業務 因為這樣子有點那個 權責有點搞不太清楚 但是 但是議員剛剛所說的這個部分 只要我們可以協助 我們都會盡量去協助各局處 就這個部分法律上面的處理 另外跟議員報告一下 您剛剛說的那個案子 後來我們的了解 相關的資料其實是業務機關提供的 那這個案子其實他已經在法院訴訟審理中 沒有 其實這個部分 就我的了解 當天與會的 其實地主都在 那他們只是對於法律的訴訟程序 不是太清楚 那法制局不是在介入他們的分爭 法制局只是提供意見而已 所以我們只是告訴他說 如果你要去申請假處分或假扣押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問題是 你法院要不要準 不是我們能夠決定 那至於假扣押假處分跟你原來的那個訴訟案件 土地徵收案件有沒有關係 我們只是就 法律客觀意見提供給他而已 對 這個部分我們都會特別注意 是 謝謝議員指教謝謝 好 那民政局長 民政局長 民政局長 剛才 他在說這 我們不必討論 說到做不好 你還要要求輸入 哪又更難 這是以上 給你做個提醒 好 接下來我們請 何晴鋒議員 執行15分鐘 謝謝我們今天大會主席 林武中 林議員 我們民政部門的市府團隊 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 我想今天我還是要針對 我們民政局的殯葬處 有幾個議題來跟我們局長來探討 來請教 那首先我還是要請教一下 有關於我們副頂金公墓的簽帳的旗程 我想去年 我們當選議員之後 那去年其實我們有做過一個 市議會有做過一個專案報告 就是副頂金公墓的 這個簽帳的旗程的專案報告 那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 包含主席也很支持 有關副頂金公墓這個簽帳的 這個非常大的工程 因為它不僅是可以未來改善我們 三民區周邊 讓我們副頂金這些居民 回歸給他們的居住正義 我想未來 在這個高雄市中心的這個入口意向 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其實在去年的這個專案報告中 其實我們本會的很多同仁 包含主席我們都非常的建議跟支持 是不是齊城 不要從 不是七年 能夠縮短為四年 甚至有議會同仁主張是兩年 那一年過去了 其實就我在我們民政局殯葬處 所有的相關的資料上 我們所看到的你們的齊城 好像還是維持是七年的部分 分別在今年度是做A區的部分 那106年度還是B區 107年度是C區 那108年度是D區 那這個部分我想 在去年的部分 呃 曾經的副市長其實 他有很明確的在議會中 表示說 如果在預算上可以支持齁 那是可以適度來縮短期程到四年 那我不曉得在這個部分 呃 是不是有 呃 在市府目前的內部決策上 是不是有可能縮短為四年 那如果分為縮短為四年的話 那這個有關預算的編列 是不是有可能來執行得到 那這個部分是請局長說明一下 好 局長到 謝謝主席 也謝謝何議員齁 對我們副林金公募 這個我覺得是想得非常的關心齁 那也根據議員齁很明確的報告 我們現在 副林金簽帳 確定會在四年內完成 然後在總金額上面齁 其實我們在經過正確 非常正確的全面性查估之後 那也發現上面大概 有一萬兩千多座坟墓 所以我們的經費上 我們也大幅的下修 所以從十一億多 我们减少为6点多亿 大概6亿多 就6.5左右 来完成 所以我们非常确定 我们一定会在4年内 在市长这一阵的任期 我们要把副顶金变成我们的花海 让所有的高中市 进入到我们的高雄11区 这个市区 这个就可以看到 一大便非常美丽的这个绿地 那也确定我们在金额上面 我们因为减为6.5亿 所以我们已经也都逐年完成 那今年也确定会完成 我们A区部分的一个 这个整理 齐决跟完成 那我们也会把A区暂时 改成我们的这个临时停车场 那也可以增加大概200多 200个停车位 那这200个停车位 也可以有效地将我们第一兵仪馆 提升到680个左右的停车位 有效来环阻我们整个在 即日的时候的那个交通状况 以上 谢谢局长你先请坐 我想再跟你确认一次 就是说这个经费是从接近12亿 降为大概6亿多 那确定可以分4年来完成 那可是我照我看你目前的期限 今年还是只完成A区 那你明年 在107年底你还有B区 C区 D区要来执行 那这个预算的编列 有没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刚刚有说 在市长任内会完成这个 我刚刚听起来不只是完成千丈 甚至未来的花海这个整个公园会来完成 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还需要公务局那边的协调 跟公务局那边的努力 那以及这个未来是目前是不是如果真的要在107年来完成 那可能是不是要局部的来来做 比如说未来的这个所谓的森林公园要局部来做 来完成我们未来金丝湖 呃 陈欣虎这样子双虎的连结 那有关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局长可以再做更细的说明 好 局长高 好 谢谢主席 也谢谢何议员 我们已经跟公务局其实是达成一定的默契 就是说因为我们之所以分ABCD四区 而且分区位完成 我们这区我们牵起来 我们就交给公务局 这区牵出来 我们就完给中 所以其实我们在跟公务局在合作的默契上 我们都已经都有相关的这个 在运算上跟技术上的配套 所以他们也会完成之后他们就即刻接手 完成就即刻接手 不会等到整个45公顷都牵完 他们才重新来做是不会这样子的 对 所以你很有信心 可以在107年来完成 我们现在就是很清楚就是公告嘛 公告就是公告之后 然后就取决 公告取决 所以我们就是照着那个时间点在行动这样 业局长我想这个 局长你先请坐 我想这个非常重大的工程 不只是代表着三民区 民众非常的期待 整个高雄市民也非常期待 书学在这里 这个高岗港山区的 我们都很期待 所谓的复顶金公墓 可以尽速的来完成 那我也在这边 肯定 民政局局长你的努力 可以再把这个签帐的工作 可以四年来完成 我想这个要先给你肯定 那再来我想再跟你探讨一下 有关我们殡葬处的这个部分 这几张照片我想请局长先开一下 这个可能不是那么清楚 因为我把它放大了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目前 殡葬处周遭的一些道路的一些环境 那我想这个局长 每天都会为这些经过 那其实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 其实这个其实是我特别挑 平常就是说不是所谓的 我们在说大人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很多的交通的动线是很好的 但是我想主席也跟我一样 常常在这个地方 去参加很多的告别式 它其实如果在大人 我们说告别式大人的时候 它其实是非常的拥挤的 那尤其是这几个动线 那在这边我还是要先给你们肯定 其实你们还是有做了 这几年还是这一两年 还是有做了一些处理 比如说在这个路口 你们有增设了红绿灯 那有增设了一个 我看到有一个指引 就是跟大家说可以往右转 往顶列路 往趴近的方向出去 那这样是梳解我们 从本管路这边出来的车草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们的 就是说其实如果是大日子的时候 它里面其实路线还是非常的拥挤 那其实我在这边 这边不是要跟你探讨说 又有多少新的业者去做了 违规的这个部分的处理 那我想局长你很清楚 从你们家出来的那条路 其实现在又多了一家 多了一个新的 新的礼厅 那其实它的交通的动线 其实是非常的不好的 尤其是里面 其实那个主席也知道 我拍的它这个柵欄的部分 它其实原本它可能是可以 还是可以通行可以做某种局部上的 这个交通动线的引导 那其实这个部分挡起来之后 那里面又增加了新的 新的里厅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周遭的范围里面 大到小小 其实有大概200间的里厅 那其实它在所谓的大日子的时候 这个交通的动线是非常的不好的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除了这个以外 停车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尤其是我刚 就是局长你们家出来的那条路那边 那边现在又多了新的 如果是大日子的时候 那个周遭的停车 以及那边的交通动线是非常不好的 那我不知道针对这个部分 冰上处或是民政局 有没有在做什么样的思考 或是作为 可以维持这样子交通的动线 以及第二个 这个停车的问题 不要去妨碍到周遭居住民众的这个权益 尤其是这个大日车停成这样的时候 我刚刚讲的那个 你们家出来的那条路 其实进去都是民宅 那如果车停成这样 势必一定会影响到 这些周遭民众的这些居住的这个权益 那当然我刚刚也有听到 未来A区完成之后 我们会多了200个停车位 那可是这200个停车位 坦白说 你的A区是在另外的一个角落 那这边其实 没有办法解决这边的停车问题 我想要叫民众去 然后停车停在你刚刚讲 新设的那地方 然后又走到这边 其实是 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难度 那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思考跟什么作为 未来可以来做执行来做处理 那是不是请局长说明一下 好 谢谢何议员 对于我们这整个殡葬处 还有这个所谓 温东公共600项那边的一些 民间的业者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目前其实坦白 跟议员做个报告 我们现在 就在A区我们会完成200个停车位 那当然其实如果从A区 或者是我们现有的停车场 走过来到民间600项这边 其实是 坦白讲 走路的话至少要五六分钟 所以其实我们也一直 未来我们在完成之后 我们会加强 对跟民众的这个宣导 还有那个交通动线上 我们就可以更大幅度的来做一些调整 那当然我已经提我们如果 平常处已经提供足够的停车位 那民众如果还要违规乱停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些指挥 可以有一些引导 甚至有一些 比较处分性的 那也包括其实这些600项 那头前你也会发现 那早上的时候 后面会有早餐的 有些这些 这些 不允许的 不允许的 其实都有 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能够 未来能够引进一些 比较优质的环境空间的规划跟设计 然后让这些的乱象能够越来越少 那这有可能 议员可以在这一两年就可以一年 大概就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实施的一个成效 那至于刚才议员所提的这个相片 这个大概是巴缝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 不是一个 这个是 Illegal的 就是 不是合法的 那这部分其实我们已经有去 已经有严正在做这个 纠正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说 这些非法的业者 他们其实可以无限这样乱扩张 局长你先请坐 我刚其实就有讲 我今天没有要跟你探讨 他到底是合法还是违法 因为你要探讨违法 这个探讨不完 主席也在笑 我主要是要跟你说 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 尖尖的条件之下 这样子整个交通的动线 跟他停车的问题 我觉得 冰障处这边要真的想办法帮 不是说帮业者 帮去参加的民众做好这个解决 这个问题 那也不要 把这个问题留给当地居住的民众 尤其是我刚刚讲的 你说的那一条进去那边 那其实都是我们鸟松区 大华村的一些住户 那那边如果真的这样子 而且那一条路又非常的小 如果你这样子再停车下去 然后加上他的那个出入口 其实是真的 非常容易就造成非常的拥挤 那这个的动线要怎么样 再去思维 再去思考 再去设计 我觉得这个 要请平常出这边 要赶快去做这个努力 我想这边的民众 没有办法再向局长等的说 一年后两年后 来思考解决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可能要用最快的速度 来想办法把这个动线 明确的做出来 那停车要怎么去停车的问题 要赶快的来解决 那最后我想要来 请教局长的部分 就是说 其实这两年 我们知道民认局也很努力 跟市府争取相关的预算 去完成了我们 火化厂相关的炉具的 这些空污设备的态换 那据我所知道的 在今年已经把我们 高雄这边的18具的炉具 都已经完成态换的这个工作 那其实 在我们的市区 最大的两支烟囱造成污染的一个 当然就是我们的火化厂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焚化炉 那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焚化炉它产生污染 但是它有立即的监控设备 如果它有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 它是可以适度地 利用这样的监控设备了解它所有的状况 然后紧急的来做调整 那我想在我们冰衣馆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也针对火化设备 我们再来做加强 虽然 额炉具的设备 我们已经完成它的改善 那 它相对的解决很多的空污的问题 那如果 我们在这些炉具的设备中 我们也像 洪宝局的这些冯号五一样 有一套即时的监控设备 那在这样子的监控之下 我们可以立即的知道 我们的炉具 它的产生的 造成空污的 对着空污状况的影响的时候 那 如同局长所说的 我们可以紧急的来做调配 如果有问题 我们就赶快来做调整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 呃 建议啊 我们民政局变方处 赶快来玩 来加强这样的设备 然后 呃 避免 在市区中的空隙污染更加的严重 来 请居长说明 居长导 好 谢谢主席 也谢谢何议员 对我们那个火花厂 这个空污设备 我们会征召议员 给我们的建议 然后来做这个空污设备 的确 也跟议员做个报告 其实我们有先去巡假的一个部分 那目前大概设置这套空污设备 大概需要一百三十万 但是我们会在 今年 大概可能 接下来尽快的来完成 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说 我们能够有这一套的新的设备 那不管是待要新的排放 或是未来的 呃 所谓的这个空污的排放 我们都能够有一套 非常新颖的这个电脑的 资讯 那 不只 不只监测而已 我们随时公告 让我们市民所有朋友 只要经过的 你就可以看一下 那也确定我们的整个 火化的这个 的设备 其实我们的确没有派出任何的 污染的物质 那也让 大家了解说 其实刚刚我们目前的火化 是 最清洁 最 最 最优质的 这样一个部分 好 谢谢局长 以上 谢谢 谢谢主席 好 那个局长 那个 顶金部公布 那个议会结议是四年 现在看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我 我 我是建议要加紧脚步 没有那四年来搞 那就挑票 那在议会就挑票 就士气可大 第二点 刚才你讲到四年是浮现扩大 现在 苏人的 怎么 他都认为要公开 你要承担 所以我觉得四年有时候也要 该管一管 该要什么 政策要 要 哪里就好 我现在的意思是这样 不然 兵战管理罪要全部负责 好不好 你稍微注意一下 好 下一位 我们请 伊斯坦大 白阿夫政府 一言执行十五分钟 谢谢主席 谢谢议会的主管单位 包括我们议会同仁 媒体记者先生 武安 那么 最近几年 在媒体 报纸 都会 暗灯记载 或报导 有许多的 乡镇 公所 包括 原乡的 乡公所 乡公所 有太多 太多的 贪赌案 那么 媒体呢 也报导过 有一个乡长 因为厂商 长年的 行费 钱太多 那么统计啊 行费的钱 好像有两千四百多万 因为钱太多了 要避开司法人员的查契 其中 其中啊 两百万 就其 放在 自己的家 废车的 轮胎内 有两百万啊 每个轮胎 放了五十万 四个轮胎 兩百万 所以 也真的厉害 假如司法机关 对于 行政单位 貪毒 受贿 认真 办案 那么这个 貪毒案件 一定会抓到 那么像 屏东县 有八个 三地乡 四个乡长 都是因为贪毒 被查契到 移送法院 原乡 要贪污啊 贪毒啊 非常荣誉 因为 在民主的 选举的过程当中 會有三个厂商 先讲好 我们押这位候选人 一个人出三百万 那么三个厂商 就出了九百万 押到 这个 候选人 他一定要当选 行贿啊 他当选以后 三个厂商 就会 轮友 赔标 轮友 轮友 行贿 当选的 乡长 区长 漫液 漫液 出了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 那么这样的状况 我们的中央政府 我们的中央政府 只是 厂商的工具 当选了之后 我们人民的纳税权 都是这样 没有迹象 一个小集团 长期的 在乡政工所 掌握资源 那么况且呢 我们的司法人员 司法机关 比较懒 其实要查去贪赌的事情 只要认真 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司法机关 对原乡 贪赌 受贿 行贿 工程的 这个文化结构 不是很认真 所以 你看我们台湾那么小 有中央的政府 有县市政府 有厌小市的政府 还有乡政工所 还有七工所 台湾需要 三极致的行政组织吗 所以 我认为 目前台湾的整个 行政组织的改造 应该要废除 乡政 乡政 乡长的选举 政长的选举 包括原乡的七长的选举 应该要重新检查 而当然 这个是涉及到 立法院 有没有 立法 修法的问题 只是说 我的理念 我所建议到的事实 是 人民的纳税权 经过三极致 假设一袋魔鬼 人民的预算 就是那几个小集团的魔鬼 在网络 你要拿到现在现场 他以下 一个现场要贪毒 一定是配合 相去贪毒 支援是一条人 所以我今天 要 把我的想法 跟文政局的局长 来 做一个报告 假如说 有一天 我们立法院 真的提认到 目前 台湾 我们国家的 行政 政府的组织 是三级的话 改了两次 一个是中央的行政院 一个就是 信侠市政府 就够了 为什么还要选 乡政长 区长呢 那么假如说 这个理念 是对 我们台湾 人民纳税权 是有意义的 我想请问 民政局的局长 假如有这样的 状况 你的感想是什么 你会不会支持我的意见 来 请接着你答应一下 好 谢谢主席 也谢谢伊斯坦大议员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的一个关心 当然 组织如果越扁平的话 科程越少的话 它凸显的效率就会提升了 但是事实上 在整个 目前我们的地方制度法里面 其实它的规划跟设计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整个 意识党在刚才议员所提到的 那个 组织的这个 再造 或是组织的这个结构 恐怕不是我们目前 高雄市政府 或是我们一个民政局 能够做出太大建议的 以上 假如说 依照这样的理想 有这样的规划 立法院应该体认到 我们台湾的整个政府组织 要改造 就从这个层起的政府行政体制 去改造 民政局长 你觉得这样的理想 是好还是坏 请接着答应 当然是很好 如果可以提升效率 我想这是民众之福 好谢谢 那么 有提到我们原乡 所谓的 一些组织的 改造的问题 那么其实原乡 要重视的应该是 部落化的改造 那部落化的法制化 这个很重要 那譬如说 原住民呢 过去有传统的生活领域 第二个 原住民各部落 以各部落之间 就一个很明确的界限 补秘的地方 你这个部落 补秘的地方 到哪一个地方 是你这个部落的 那么这个部落 需要什么建设 应该要透过 部落的法制化 来向政府 来向政府单位 提供部落建设的需求 我说 我就提个例子 保山 有一条农路 叫做马力段农路 这个农路 在八八风灾以前 就已经坏掉了 遇到了八八风灾 这段路 坏得更惨 一直没有办法修复 我担任议员的前四年 我努力的 像各单位 也包括我们市政府 市长的支持 圆明会的支持 那么也把这段路呢 整修修好了 当地的村民 希望把这段 安全堪与的农路 修建为安全的选拟路面 我当时也拜托 国民党籍的简东民立委 向我们中央的农委会 来争取改善这段农路 经费放大了去攻守 但是没有去做 他做什么 做石楼啊 四十公尺的石楼 就是两百万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云乡恢复为七长的选举 只是造就了几个 玩弄支援的小团体 那么 我现在有感受到 恢复区 区长选举之后 而是倒退 公务员 再喝酒 我再几个案例 今天发生了 七公所的区长 带着一些人 在高中 上班时间喝酒 上班时间喝酒 那么一个区长呢 被一个喝酒的人 开货车 就这样 被小货车压死了 如果 这个区长 七公所 喝酒都喝酒 当地七公所说 也有一些无畏 也有一些无畏的人 中华民国的行政体制 竟然欣赏小金正恩 这是我今天提到的 原乡的公法人 是对人民有利 还是对人民不利 所以 我主张 包括前台湾 乡政公所 包括原乡的七公所的 七长选举 应该要重新检讨 这个是 在这个时候 整个中华民国的行政体制 应该要改造 所以区长 我希望将来有机会 参与中央部会 行政改造的 这个会议 要支持本系的意见 可以不可以 请答复一下 明镇君答复 好 谢谢议员 主席 谢谢议员 对于这个 当然我们有机会的话 我们一定会去支持 不过这个其实过去 我们在民国 99年的时候 12月25号 我们其实就是 曾经把 我们三个原乡 其实回到我们高雄 高雄市里面 我们直接去 但是当时就是因为 在很多的原住民 部落里面 其实有一些不同的 反对的声音 也觉得说 是不是应该 三个原民区应该要自治 所以我们才在104年12月25号 又回归到 有所谓 我们自己在部落里面的 这个选举的制度 然后推选出 属于部落自己的区长 所以这个其实是 有这样一个历程 那当然可能 大家现在会觉得说 是不是这样已经比较好 我觉得这会有很多的讨论 所以如果说 有机会 在中央表达意见的话 我们也会 将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 跟过往的一些讨论 我们也很愿意分享 我们现在的治理的经验 以上 好 谢谢市长 其实我的本意 除了原乡的七长 包括原乡的乡长的选举 其实也包括我们台湾 所有的乡镇长的选举 都应该要改造 要取消了 我们中华民国的行政组织法 两极次就可以了 好 下一个议题 我要问的是 我们的主计处 我们圆明会的部落的建设 只有四千 不是主计处 是研考会 研考会 我们圆明会的部落建设的经费 非常非常的少 那么我希望是说 圆明会 部落建设的经费 多一点去改善 我们部落的农路 为安全的水利路面 有了安全的水利路面之后 我们整个原乡的农业 就会有转型 有的因为是农路 改为水利路面之后 因为是安全 有的已经开小型的路面清 那么除了提供 我们市民朋友 进到原乡的农地 有露营的一个体验之外 我们也希望 小点 就是露营器也好 小点 多点 变成联盟 也不要太大 我也反对 原乡的山林 开发的太厉害 我也反对 所以 但是四千五百万太少了 再两分钟 两分钟 好 所以 银卡会的主委 你们跟财主单位 要决定 一年的编列预算 给圆明会的部落建设经费 所以 你有没有帮忙 讲个话 有没有帮忙 争取过 要多一点 一亿不算多 分有三个区 一亿不算多 不会很多 四千五百万能做什么 所以我问 我们的 研究会的主委 谈论每一年的 编列预算 有没有为 研民会的 部落建设的经费 发过声音 为我们研民会 争取过 比较多一点的预算 只要一亿 这不算多啊 来 那个研究会主委 帮忙答复一下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 那在部落安全这个计划商 105年是编四千五百万 那以前是编五千万的 那只是因为在104年的 这个执行效率非常低 不到30% 所以在105年 才降为四千五百万 那不 其实不只是研考会 市长也一直希望能够增加 对原住民的这个协助 但是 这个效率还是很重要 所以市长去年 就只是说 希望新工作能够协助 我们希望 一方面可以提升效率 这样我们去要求预算的时候 才能更振振有词 那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三个圆明基金每年有 2.76亿 这个预算 那这一部分 也是可以 将来很多预算 再加上从中央的申请 有这方面可以去支援 主委 主委 我的意思不是在这里 我希望说 我们市政府 延民会的 提下 再给他一分钟 好吗 我要 看到的是 我们 延民会 你能够给他 多一点的 建设经费 一亿 不算多 也不算少 我们也没有那么 抢求你们 那你们是凭什么 四千 四千五百万当底线 没有意义啊 你为什么用四千五百万和五千万当底线 这没有意思嘛 我刚刚讲到 当然市府的裁员一直都很紧 是没错 不过如果能够提升这个效率 执行的效率 我们可以再努力去争取 那 主委 假如说 效率 你今年比较好 你明年 隔年度 就是明年度 你编个意义 你觉得这样很多吗 你觉得会不会很多 意义会不会很多 来答复一下 这个 是不是有意义 其实 编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真理考量 因为每年都会重新去检讨 我也很难在这里回答 说 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编个意义 不过 照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里面 把执行效率提高 我们才能够更有发言的空间 好 谢谢主席 好 谢谢我们一事坦大 接下来我们请 邱俊宪議員 执行十五分钟 谢谢主席 现场各位民政部门的首长 跟同仁大家午安 大家辛苦了 要補两点半数到现在点半数了 我快把整个问题 大家探討 让大家休息一下 谢谢 其实县市合并 进入第六年了 其实在去年 第二届第一次会期开始 其实一直有在提出这样的建议跟呼吁 其实县市合并 两个不同的自治团体 结合在一起 其实全台湾只有高雄县跟高雄市这样子 这几年运行下来 其实有一些措施 其实在第一县的基层的同仁 跟第一县的民意代表 里长等等 其实会有一些其实会觉得 退行下来其实还是有一些困难 不是那么的顺畅 那有时候会变成苛责 市府在行政效益上好像 有点不是那么的彰線 那其实很多施政的细节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是有部分还是需要因地制宜 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变 那过去我在市府服务过 县市合并这件事情 原高雄县市民政处 做幕僚单位 高雄市是研考会做幕僚单位 刚好这两个局处 今天都在现场 我这边还是要这样子提出呼吁跟建议 第六年的 未来的第七年第八年 还是我们在执政 怎么样透过适当的讨论 把这一些问题 在机制里面把它检讨出来 去做一些改变 县市合并 让高高平等更好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做了 那更好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升级 去把里面一些运作不顺畅的部分 透过有系统的讨论 前阵子委看到局长跟副市长 在原高雄县的车区里面 其实我们到区公所里面找这些里长们 去做这些讨论 其实都很好 可是我真的是要拜托 然后研考会跟民政局一起合作 县市合并计划书 那时候在我手上也完成了 然后很多同仁 其实过去我们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里面的确现在的现况 跟当初的规划 是有落差的 那怎么样从里面 找出这些bug 把那些做更适当的处理 我觉得这才是对县市合并 我们不能让他这件事情完成之后 没有让他继续升级 茁壮更好 包括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谈的 财税不公 县市合并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被中央骗了这个感情 说1加1会大于2 结果1加1没有大于2 变成现在我们很多事情 在推动上都有一些困难 我觉得在整个城市的发展 国家的历程里面 其实我真的会建议是说 市府跟议会这边 在这个进程里面 我们真的是要留下一些很正式的记录 才不会对不起 县市合并那时候要合并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拉扯 议会一开始也不是那么的支持 怎么样让这件事情 对未来 生活在这座城市里面的人更好 我觉得我们要启动这件事情 所以真的是 我这边是拜托研考会 刘主委 我跟这件事 我们可以变一些意识 要去做 不是只有 paper work 而已 而是实际到区里面 每一个行政区的区长 每天面临到这么多的市民朋友 在第一线反映到区公所的事物 原高雄市的也许感觉没有那么强烈 原高雄市的这些区长 我觉得他们第一线的感觉 是非常的清楚的 可能我们做一些不记名的问卷调查 也许就可以统计出一些 我们应该可以去做调整的事情 我觉得这都是应该 我们可以办得到的 那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所以在这边我第一点先这样子去 去拜托研考会的同仁 跟民政局的同仁 因为第一线的意见 我相信局长也很清楚 那研考会应该有这样的能量 去做这样的探讨跟规划 那第二个呢 刚刚何全锋议员也有提到 其实殡葬业务的改革改善 这几年是非常有感的 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 像今年的清明节 我们跟市长有到复顶金 到殡葬所那边 去看我们整个服务的状况 那时候局长就有带议长 跟我跟市长去看到 他们现在在缺谷的地方 是比以前干净太多了 你到那边你根本不会知道说 那个地方原来是在 在处理我们仙人 火化之后的那些骨骸 所以这都是非常好的部分 可是在这边其实 好 要怎么样更好 其实刚刚很多议员一直在 拜托局长的就是我们 复顶金签幕的部分 其实签幕的议题 每一年不管是哪一个 选区的议员都会提出类似的 咨询都希望说我们自己 选区里面哪个地方 哪个社区旁边就有土葬的公墓 希望去做处理 其实我知道 我们殡葬处其实手头上都有完整的资料 我们全高雄市 在每一个行政区里面哪个地方 有这些土葬的公墓 有多少座 其实我们都清楚 怎么样透过一个系统 有系统的去整理 把它整理出来说 因为它靠近社区多近 还是附近的人口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或者是它的政经发展 已经到需要去签幕了 这些签幕每一年需要多少钱 每一年能够处理多少的量 我在这边是建议我们殡葬处 或者是请研考会来协助 说我们可以定一个完整的计划 每比我们10年 用10年的时间 把靠近我们市民朋友的生活圈的这一些 觉得应该可以让它 环境更好的数量把它处理出来 可是这些会牵扯到一个问题 要做这些事情都需要预算 所以在这边其实也是 建议民政局跟财主单位来做一个研理 说如果这一些计划是成熟 而且是需求性是在的 然后我们评估出来 那个预算的额度是清楚的 其实能不能考虑说用一个基金的方式 去做for这个project的处理 才不会去排挤到其他的处理 因为那马在雄像 赴典金的签幕这四年 就要花很多钱了 那势必也会排挤到其他的一些建设 可是每一些建设都是需要做 那都需要做需要钱 那我们当然要找适当的财员来做处理 所以在怎么样去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殡葬的基金这件事情 我建议民政局这边 真的是财主或者是在法制单位是不是可以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去 让这个财员能够 能够自主 让他可以做有效的使用 因为我知道殡葬处的同仁都很辛苦 一旦要去殡葬处 其实没什么人要去 好好知道我们各用持有一个更好的制度 提成奖金 所以我提成奖金 可以再更完整一点 让这些同仁在处理这些LU上 不会受到外界的诱惑 然后我们也可以让他支撑他生活的需要 然后也让他觉得他做这份工作是 有尊严的 是被尊重的 然后去完成这一个人生 市民朋友人生最后一段路这一段过程 因为我觉得殡葬处的同仁真的是 毛病毛病都要处理那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真的是要拜托民政局 走法制单位走财主单位 研究看看是不是 这个可能可以去做这些改变 因为我们也知道 富典金地区 过去因为是县市的交界 所以很多零币设施放在那边 分化炉 两座分化炉在那边 然后我们的殡葬所 火葬场都在那边 那那边当然 除了我们高雄市业以外 其实也有很多民间的 我个人是觉得是说 为什么民间的会存在那边 是因为有需求 是因为我们公部门 没办法提供到相同的 或是更好的服务品质 所以我会在这边 其实是要期待民政局 或殡葬处 其实说 跟这些民间的业者 其实我们要怎么样采取一个 我一直在讲的 伙伴关系 辅导他们 他们有资金 有资源 愿意去做投资 可是他的投资的方向 要跟我们的期待 要能够 match 得上 而不是在那边 因为有需求 然后一直长 长成一个 变成其实有一些 社区的朋友 会觉得说 怎么离我们生活的空间 越来越近 可是这些是有一些 都会有空背景的 可是公部门 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 怎么样让民间的业者 跟在地的社区 之间的冲突 不要那么大 一些更适当的隔离 不管是绿带 或什么 我相信局长 局长就住在那些社区 里面的感受 应该比我更深 所以要怎么去做更好的处理 我觉得局长 真的拜託局长 因为 我们都说 交情的台湾 是很好的住宅区 结果旁边就是 分化炉 跟火葬场 跟 殡仪馆 这是有点冲突的 可是这部分 怎么样去做更有效的 因为 这几十年 因为历史 地理 环境的因素 造就了现在的现况 那怎么样让 公部门的工具介入 然后让他们 引导到他们一个更好的地方 包括说 复典金切募之后 我们是不是能够 有更适当的 区位的配置 让这些 里厅的位置 跟我们的社区 能够做更好的 位置上 区域上的隔离 这部分 其实在之前的咨询里面 其实我有跟局长 提过这样的建议 所以这部分 还是请局长 能够 我们私底下 其实我们跟局长 跟殡仗处 也做了很多讨论 可是怎么样 能够 从paperwork 从讨论 变成一个可以执行的方案 我觉得 不管是在地的社区 民意代表 甚至民间的业者 包括我们公部门 其实应该可以 尋求一个好的平台 一起来面对这件事情 不然 人生的最后一趟路 最后要处理的 还是必须要去面对 那总部人没有地方去 那如果 一定要有的地方去 那怎么样兼顾到 当地的那一些 周遭的团体 那一些 利益相关的人 我觉得这是我们公部门 要去处理 我们民意代表 要去监督的事情 所以这部分 是拜托局长 那最后 其实还有一点 要跟 严考会主委建议的 其实我们知道 1999 在陈局市长任内 其实开始去处理 我觉得这些人很辛苦 因为过去 一些经验里面 我会发现 不管是 台风天 还是遇到一些 水灾的灾害 甚至霸易气暴的时候 是我们发现 其实在市民朋友 遇到比较大的突变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念头 都是达到1999去询问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1999 已经在无形中 变成是这座城市 在询问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核心跟心脏 所以 我们单纯就 台湾两个最大的支架市 来比较 台北市跟高雄市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台北市的席市是一百多席 它几乎是取代了 总机的功能 可是我们不要这样子 我们觉得 咨询就是咨询 你去operator 去总机的 转线的 服务这个 让一般的 我们事务人员去做处理就好 它没有咨询的功能 我们不需要浪费 这么多人力在这个部分上 可是我们现在的席市 的确看起来 我们现在每一年 服务这么多的电话里面 相较起来 我们的是比较不成比例 只有十几席 然后又要24小时轮班 然后如果遇到台风 遇到一些灾害的时候 其实又要去 擴充席市 其实是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研考后 要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 说我们的1999的能量 是不是要再去做一些 一些 upgrade 去升级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从它的服务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 除了接通率 等待的时间 服务的满意度 这些服务水准等等 这些客观数据以外 其实我们其实 还是这些接线生 这些服务的同仁 他的服务的品质 怎么样 打电话进来的市民朋友 能够感受到 市府是站在他们 那个角度去服务他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核心价值 像前阵子 我们有看到一支影片 在纪念 我们都认识的朋友 都是很动人 所以 这部分怎么样去 把我们 除了市府 除了平常要去想说 创新的服务之外 我们原本的服务 要怎么样去提升 所以在这边 我提一个建议 我等一下资料 会给主委参考 其实台北市跟新北市 有跟一些通讯软体的公司 做合作 像Skype 或是Line 其实他们提供了 听障朋友 在视讯上面的1999服务 就像我们电视上面的 有一个手语老师 在那边转播 就是没办法讲话的朋友 他可以透过视讯 用笔手语的方式 直接线上 跟我们这些 花物人员 做市政上的 询问 或是问题的反应 我觉得这部分 我们应该尝试去做看看 虽然我们高雄市政府 在社会局 其实有提供一个 Skype的帐号 那个帐号很长 我记不太起来 就是又臭又长的 然后他也是提供 听障朋友 可以去做视讯的服务 可是他提供的时间 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的 早上某个时间 跟下午的某个时间 而且他并不是 他没有办法去提供 市政全面性的咨询 他只有提供在社会福利上的 一些information的 的咨询而已 所以 我会觉得 高雄市的确 我们在听障的朋友的 数量的统计上 我们全台湾 排名大概是第四名 或第五名 所以这些朋友的需求 应该是在的 那我们1999的花物量 我们每年也就是这样子增加 那台北市在民国 101年的时候 他就提供了7个这样子的席次 24小时在服务 那我觉得 相对的资源的比较之下 我也不期待说 我们一下子又跟他们一样 可是至少我们尝试看看 是不是在明年度的预算 我们有机会 就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觉得 原本的服务把它升级 照顾到更弱势的人 我觉得 这是陈菊市长执政的价值 也是我们高雄市政府 应该要努力的方向 所以这部分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 请研考会 政治任务去思考一下 因为 这些的 科技上的技术的门槛 越来越低的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提供更多更远 更多元更贴心的服务 我觉得这样子是 比较好的方式 所以请主委 研议一下这个方式 还是请主委 针对这部分 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主委答案 谢谢议员 的确 市民越来越依赖 这个1999 那现在化物量已经增加到 90万通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思考 怎么样去把它 upgrade 那关于 聋亚人士 他怎么样使用这个 以前我们试着用简信 但是好像技术上NCC不能克服 那目前是用一个APP 在服务他们 那我知道这个台北市 他们有 这个用Skype 那这我们可以去探讨 但是议员可能也知道 就是说如果要Skype 提供24小时服务 那那个做所有的人 就不能只是一个人 要很多席 那我们现在以前是从21席 增加到29席44人 那今年增加到33席49人 我们是反部增加 那如果要做这个Skype的话 我们要去探讨那个可能性 不过我们现在尽量用 像今年有做1999的大数据分析 也希望透过这个科技 能够使我们的分案 能够更精确 那我们用各种方法来改善 那议员讲的这个Skype 我们会去研究一下 好 议文中 主委你先请坐 我想再清楚表达 就是说 固定是那个软体 就是怎么样有这个服务 让我们的不同的朋友 可以使用到这样子的咨询 我知道110 119它有提供简讯的报案的方式 可是毕竟它都是局限在某一个部分的业务上 市政的问题太多了 比如说好了 我们有多少的能量可以去替一个听障的朋友 解释登革日的方式要怎么做 我们有多少的能量可以去向听障的朋友解释 和他病毒是什么 可是会有一些主动咨询的 如果我们这个服务感把它打开来 我相信他会自己来问这件事情 我相信对市政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边真的是请主委 我们来一起努力看看 需要适当的资源我们就来做 我觉得这是对的应该要做的 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努力看看 以上 好谢谢 休息15分钟